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肥有四大家族 公张 李段 后三位 分别是张树生 李鸿章 何段 麒瑞 而这个公姓 在明末清初公顶姿到清末宫赵远 近代的公家又出了公姓战这个民国从里 公家在几百年间人才辈出 堪称明门望族 明末到康熙时期的公顶姿 是和肥公家的第七代 中国文学史的江左三大家之一 在清初历任请兵李三部尚书 他与其地公顶次 是和肥道香楼主人 而逍遥金字三国之后 时光荏苒 在光绪年间成为和肥官聊公姓昭的私家花园 此人正是大清的外交史臣 民国的国务总理公姓战的弟弟 此时已经是公家第十三代 公姓战的侄孙公正州 是辛亥革命的元勋 曾指 孙女公普生 公鹏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 驻爱尔兰大使 第一任新闻司司长 部长驻立 在民国时期翻云覆雨的工薪战曾留学欧洲多年 接受西方思想 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动乱时代游刃有余 可谓是乱世中的一个人物 又不孙中山的公家殊职 在近代历史中 和肥的公家在走向共和中 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电影《十月围城》 讲述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905年在香港遭蜻蜓杀手行刺 为了保卫他 来自四面八方的革命意识 纷纷慷慨负义 历史学家指出 这部电影的情节实际上是虚构的 而真正的这一段历史 发生在英国 对孙中山进行代博的正是龚兆院 龚新战书职 龚新战亲笔书姓龚兆院与龚新战是唐书职关系 龚新战早年求学在伦敦 在伯父的提携下声 为外事参赞 北梁舰队组建过程中 一应定船可借款事宜 多由龚兆院交龚新战 承办 1896年9月25日 孙中山乘坐一艘轮船横跨大西洋 龚兆院雇庸私家侦探 拥护了孙中山 并把他关押在使馆内三楼的一间小屋中 孙中山被囚欺检 龚新战主持过几次审讯 但并没有审出各所以人 由于外国人康德黎的营救和外国舆论的压力 龚兆院只好决定放人了事 但龚兆院把这个宣布放人的差事交给了他的侄子龚新战 1896年10月23日下午4点半 参赞龚新战出面宣布 恢复孙文的自由 并在他的斡旋下 将释放孙中山和使馆外交事件处理的滴水不漏 结果龚兆院被撤职 而龚新战却获得朝廷褒奖 待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时 段祺瑞以族总为邮派内务总长龚新战代表他和执政府前往调宴 第二天 新闻界有感于 龚新战从孙中山伦敦蒙难 到此时至桑将近三十年 居然两次亲历 于是调侃龚新战与孙中山真乃生死之交 少年汪 精卫的伯乐少年汪精伟曾中过秀才投名 那一年他的兄长汪兆红及一个汪兴子职也同时考中了秀才 于是汪精伟在自家大门上写下了御风双秀 朱树三花 龚新战调炼孙中山汪精伟一个劲都高兴 但却不知他这个投名秀才其实大费了些周折 若没有龚新战 投名就是他二哥汪兆红了 龚新战从英国回国后 清理红章历解 到广州任知府兼阳物局会办 1901年 番语科考 乐卷后 汪精卫名列第一 但乐卷的主考官认为汪精卫是庶出子 而这一届他的二哥汪兆红也同时参加了科考 汪兆红是狄出子 习兆长就有序 狄数也别的鼓励 排名英雄先帝后 特别是狄传子应在前 树出子则在后 主考官李大伟在拆开弥风弄清楚出身后 就把汪精卫的名字拉到了汪兆红下面 潘于县令前仆如为汪精卫报屈 他特地求见顶头上次宫心战 提出从叙使上看 汪精卫似可放后 但从圈面上看 年少至高的汪精卫文章锦绣 理应之前 只是这后娘养的 能不能按成绩排到狄胸的前面 请知府大人顶夺 宫心战毕竟多年在欧洲游历 早就对这类所谓的常理和章法深恶痛绝 他力排众议 一锤定金 论财大典 论文不分掌用 当今正是朝廷用人之时 为贤而用 其他军事其次 只要是为了江山设计 章法也可以改一改吗 在宫心战的支持下 汪精卫高中秀才第一名 但汪精卫后来做了革命党 又做了汉奸的事情 则是宫心战想不到的 重庆到六十四号 宫心战故居 一百零三天的中华民国总理公使深谙西学 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 对外交事务的认识可谓入目三分 由常与理财和涉外事务 才能卓注 可谓是清末官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公使尽管受西学影响很大 对婉行可谓尽心尽意 但是革命大事已定 公信 战并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他曾一度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 内务总长 交通总长等要职 而且颇有善名 在民国初年政治舞台上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民国政战风云变换 辛亥前的反革命官员 死后摇身一变而成革命政府的大员 辛亥革命爆发后 公信战曾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行长 安徽财政卿清长等职 与端其瑞往来密切 晚夕为提高他的滋望 处是总统徐世昌于1918年11月 任命公信战为安徽省省长 1919年1月11日公被任命为北京政府财政总长 公任安徽省长虽不到两个月 但却为他涉足北京准权 成为暗戏骨干垫定基础 光绪时的公家后花园 萧耀金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 从李钱能逊一筹莫展 只好辞职 公信战在几派斗争中 成为缓冲人选 公虽属于晚戏 但与徐世昌也有交情 在双方相持不下时 徐世昌于19 19年6月13日任命公信战为代总理 公信战任代理总理时 全国掀起拒签巴黎合约的请愿浪潮 与此同时围绕南北一和 以及北方一和代表问题 又闹得不可开交 安抚系推出王一堂 为北方一和总代表 遭到了广州军政府和直系的坚决反对 纷纷通电指责 公信战在外交 学潮 内政 南北和谈 以及各派势力相互斗争中 既敢支撑困难 又感到正式阻隔无望 随于1919年9月24日此举本将各职 代理总理任职时间103天 对日本绝不做汉奸 1926年 公信战 回到天津做育工 从此远离政治 但是动乱中国的安稳日子并没有过得太久 如沟桥事变后 抗战开始 大批日军闯入中国侵略中国领土 掠夺中国财物 中国陷入苦难之中 公信战也无法幸免 很多官员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公信臣面对残暴的日军 宁为玉岁 不为瓦权 公信 战时刻文武一次 日军动员公信战出山 主持华北北政权 为他们服务 公信臣断然拒绝 遭到拒绝的日军并没有善罢甘休 随后又觊觎上了起新杨辉公司 多次想要实行军管 公信臣不同意 强绕般的日本军强行拆走了江南水泥场的电机 钢膜等 以此来威胁公信臣 已经连过七旬的公信臣 仍不辞老虎多方奔走寻求解决办法 可日军不但没有归款 反而给公信站强行扣上一顶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帽子 让人误以为公信臣是他们的同伙 和他们同流合污 身性高洁的公信臣 岂容他们这般玷污 亲自前往北京和日军首领交涉 结果 反遭厚连无耻的日军首领羞辱 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返回天津家中后一病不起 1943年12月 公信站病逝于天津家中 中年74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943年12月